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主内心想法的护士小丽 很快便与女主成为了好朋友 随后肇事车主阿强也来医院看望女主 陪同而来的还有帮助处理事故赔偿的保险男 过了一段日子女主的伤势好的七七八八 但是还需要偶尔接受康复训练才能慢慢痊愈 此时小丽提出了合租的请求 而独自生活的女主也欣然接受 生活节奏不同的两人约定 通过写日记来作为联络方式 还称她为交换日记 随后因为身体受伤的原因 女主将保险赔付的事情交给了小丽处理 就这样两人过着幸福的日子 画面一转时间回到两个月前 在社区中闲逛的两人 无意间看到了住户养着的小狗 女主表示她也曾经享养宠物 感觉宠物总能带来温馨的感觉 但是平日温和的小丽 却说了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话 隔天女主就看到了寻狗启事 而当她回到家后 眼前的一切更是让她惊恐不已 锅中顿着的竟然就是失踪的那只小狗 而当她询问一直在家的小丽时 楚楚可怜的小丽却让人感觉 这一切都与她无关 随后当女主在医院做康复训练时 阿强前来看望女主 女主因为车祸的原因 早已经被单位辞掉 恰巧阿强手头缺人 便邀请女主帮她干活 女主对阿强很有好感 便开心地答应下来 之后阿强还邀请女主 去观看一场慈善演唱会 令人奇怪的是 演唱团中的一名小女孩 竟然一直没有开口表演 接下来我们就叫她为小花吧 演唱结束后的小花 一脸不情愿地被陌生男人带走 一旁的女主就眼睁睁地目睹了这一切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接下来的一天 女主在新闻报道中看到一名女子被杀 之后还在小丽的衣柜中 发现了满是鲜血的衣服 种种线索都将杀人凶手的矛头 指向了小丽 心慌的女主只好赞助到了阿强家中躲避 而阿强看到精神恍惚的女主便询问了她 女主也一五一十地将这一切告诉阿强 听完女主的话 阿强觉得小丽很有可能是人格分裂 便想要帮助她 但是没过一会儿 悄然出现的小丽就将女主带走了 随后小丽还将阿强和保险男引诱到了一个仓库 伤害了他们 而此时失忆的女主也渐渐地恢复了记忆 原来幼年时的女主被母亲的出轨男人侵犯 但是母亲却毫不关心 还要包庇那个男人 受不了折磨的女主开始了人格分裂 小丽便出现了 就这样女主便以两个人格一直生活 而之后小丽的反常表现就是她的第三个人格 画面回到现实中 至于的阿强从女主的交换日记中 发现了她教唆小花杀人的秘密 就在小花准备下杀手时 阿强和警方赶到 拦下了小花 而女主也被坐实罪名送进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该片通过最贴近日常生活的合租住处题材 不以悬念重重的惊悚成分 叙述了生活中最信赖最亲近的朋友 可能会让你陷入恐惧的深渊 尤其更多潜伏在女主背后的神秘 恐惧与惊奇 不到电影最后一刻都无法真相大白 喜欢的小伙伴们快去观看原片吧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